現在官場跳樓好像是比較普遍的一個現象 因為它面臨著不可解決的問題 比如說調查它的腐敗 或者是中央布置它的任務 它無法完成 還有一個就是它看到這種殘不忍走的這種現狀 它無法去面對 就良心發現之後 它就在這種給共產黨當官就是一種造惡 它不是死了算了 在美中情況下我們只能說這三種可能都是存在的 習近平先生他一句話都沒有 他就是現在面臨著巨大的一個困境 他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他必須要消滅私有制 但是他現在又不得不去提倡私營經濟要發展起來 因為他可以維護共產黨的穩定 向更多的人向共產黨交稅 而且更多的人有就業的機會 而郭郵企業我們看到這個港珠大橋 它就是一個國家工程郭郵企業工程 它是不計成本的 國家所有的資金投進去了 值多少產出完全不管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郭郵企業的領導人都是有級別的 地方政府很難對他們進行一個控制或者吃他們 而私營企業即無法從銀行那兒帶到船 然後地方各個機關僚包括城管都可以找他們麻煩 都可以來吃拿卡藥 所以中國的民營經濟在這種體制下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 這種體制就決定了中國的這個民營企業家的 這個揹著性的命運 所以更應該橋樓更多的橋樓沒有被披露出來的 可能是那些民營企業家 所以習近平的揹劇它是一種既有體制方面的原因 這個制度決定了它這個揹著性的命運 另外他自己個人的認知對世界的認知 對美國的這個關係沒有搞好 都如他的個人的這個認知和他的這個團隊智囊團隊有關 大量的左派大量的紅二代都在搓擁他成為這個紅色皇帝 這些團這些這些體系這些人 需要這樣一個新的皇帝 然後他就他就滿足了他們的需要 滿足了這樣一些送勝的人們 紅二代還有這些保守勢力 這些過游企業滿足了這樣一個全國集團 新的紅色全國集團的利益 他就不可能對民營經濟 不可能對順應這個世界的潮流